杨老师,您是怎么来走这个摄影棚的道路的? 一开始我是爱好摄影,后来我就是到摄影器材城那边经常去看一些摄影器材相机 后来我就发现摄影器材城里边它有一个摄影培训班 我就进到那个里边去学了一段时间摄影 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就是对摄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 然后就到更专业一些的地方去学习 除了摄影之外还有一些个数码后期 最先接触的实际上是平面设计这块 其中有一个软件,Fotoshop这个软件引起我非常浓厚的兴趣 后来我就对这个修图人像后期这块 就是用这个photoshop进行设计修图 这个摄影这块就一点点接触了 您这个做了多少年?摄影这个? 摄影实际上我要是说用单反的话 应该是从2012年的时候用的单反 但是在2012年之前我就已经开始自己开这个小店了 从05年7月的时候就已经创业了 那么06年的时候正式的拿到这个营业执照 在一个超市里边经营这个店 从您在那个小店那时候开始创业的时候 那时候怎么怎么样?应该很赚钱了 从2006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店很小 也是在家附近的小店 它整体的消费水平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在那块不是特别赚钱 后来呢就中间我又把这个店先暂停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到图片社去上班去了 因为我现在主要是进行摄影了 你现在摄影我看您是在类似于这个居民区是吧 居民区的话是有各类证件都有吗? 证件齐全的 原来是三证的时候 这个社有登记证,营业执照 还有一个那个 对,三证都有 现在是三证合一了 那还好 周边也方便大家了 听说您周边的老人也会经常过来拍是吧? 对 周边就是一是给附近居民拍 然后附近单位 那老人不方便过来怎么办? 不方便的话可以上门去给他们拍的 就是您上他们家去 对,可以上门拍摄 真不错 还有这份业务的 真是不错 您已经实现了 是吧? 还没有完全实现 我觉得和我想象还有一点差距 一个是空间有点小 我想如果说以后能有机会的话 破展一下经营面积 现在虽然设备很多 但是说在这个空间里要想施展这个设备 发挥他们作用 这个现在有点困难 能够我一下摆个五六盏灯就没那么大地方 我也很想用这些灯 但现在最多就是摆个三四盏 这屋子就是不满 是 我们到时候跟您播出去 看看有志同道合了 一块合作 您现在已经是在这个成功的路上来前进了 一看这技术棒棒的 拍摄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也想看看 如果要您能有能合作的话 是最好的 祝您会越来越好了 谢谢